昨天晚上美國公佈PPI 市場風向大轉變 今天台股馬上大漲了300點 今天晚上的CPI出來 有沒有機會再複製一次 明天台股再來個300點 節目告訴你 我帥氣是因為我幫你賺到賬品 我是股市櫃公子 鍾坤真 各位投資朋友好 我是飛機師鍾坤真 今天是8月14號 星期三 台股市大漲了230點 是不是跟我們昨天講的一模一樣 昨天我就告訴大家嘛 如果說美國的PPI出來 低於預期而且股市還漲 這就代表說市場現在信心爆棚 盡量去買就對了 結果今天台股馬上漲了350點 那當然說今天晚上還有CPI要公佈 CPI公佈出來的狀況有沒有機會再複製 一模一樣的走法 明天台股再來個300點漲幅 等一下會再來告訴大家 所以其實我一直告訴大家說 在這個時間點就是說 市場的風向會變來變去啦 可能說從原本的擔心美國經濟衰退 那以昨天的數據來看市場好像又沒這麼擔心了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我一直告訴大家 台股本波下跌了將近5000點 裡面至少有一半的漲 跌點 大概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因為擔心美國經濟衰退所引起的 那如果接下來的事實證明美國經濟根本就不會衰退那你去想 多跌的這一段 是不是應該要漲回來 所以我當時就說啊 只要市場對於經濟衰退的疑慮慢慢消失 台股至少回到23000點 沒有問題 好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慢慢幫大家去做解析 所以你看喔 今天包含像是整個 仙境風裝 新科東傑有威科百花齊放 那包含我們在上禮拜一直強調超跌嚴重的GB200水冷散熱 301層成名電再來一根漲停板 齊紅雙紅持續在大漲 好這些股票等一下我們都會再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指數 那以加權指數來講 其實 昨天都講完了 剛才講的昨天都講完了 就符合我們的預期 今天是大漲超過是 230點左右 最高是來到了 22155 那成交量是稍微的放大 那只是說如果單純以技術面來看 他目前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力啦 就是說純粹以技術面跟籌碼面來看 季線跟月線這個位置他可能 我覺得說能不能直接站上 今天晚上的CPI 跟禮拜四的初領失業金還有零售銷售數 就會非常 重要 所以我現在不會去跟你 定調說 到底會不會直接越過去 因為這就要看明後天的狀況 但就算沒有越過去 就像我講的 頂多就是在附近上下去做震盪 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那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講吧 全台灣唯一早上8點30分 在中視頻道直播解盤 盤前半小時 就是我本人 全台灣唯一 今天早上我就告訴大家 今天的關鍵價如果說有 指數有過22070以上 他會是一個比較大的關卡架 可以去放空 你看喔早上 8點51分08秒 Live 中視直播 我們看家權指數 我直接給大家看5分鐘線 來看一下 22070 今天早上有講 22070之上可以去做 做空 當日 做個短空 來22070在這個位置 我直接畫給大家看 22070 大約是在 這裡 我把它縮小 好這樣 22070大約在這裡 有沒有 只要在22070之上 去做個短空 今天你就算放到尾盤 輕鬆賺 最多跌到了21942 輕鬆賺白點以上 這就是掌握度啊 所以如果說你對 期貨跟一些當充有興趣的話 可以鎖定我們早上的盤前直播 每天都會告訴大家 這是提前預告喔 提前預告 開盤前半小時 提前跟你預告今天期貨怎麼做 免費的 你可以自己加油去看 好所以 其實請看你再回到我們的大盤來看 其實就像我告訴大家的嘛 就是 為什麼我有時候會花比較多時間在講美股 跟國際股市 因為很簡單嘛 你看懂美股 你自然就會看懂台股 你看懂昨天晚上的PPI 你自然就能夠提前看懂今天的台股 但是你直接看台股 你 你當然會覺得模糊啊 你看喔 來我昨天就跟大家講 通膨數據PPI 還有今天晚上的CPI 看法都一樣 因為在今天以前市場最擔心的叫做 經濟 衰退 我從哪裡看出來 從上禮拜四嘛 從上禮拜四的處理領事業金人數 我就能夠確定這件事 百分之百確定這件事 上禮拜 出領事業金 一公佈 低於市場預期 台子夜盤馬上大漲300點 不就是在意這件事嗎 好那你看喔 我昨天就跟大家講 這幾個劇本 這幾個模型 那詳細我就不多 多做解釋 你可以去看一下昨天的影片 昨天我講的比較清楚 我們就直接看結論 昨天晚上出來的PPI 他是低於市場預期 來這裡 低於市場預期 那股市用上漲來反映 代表市場信心滿滿 有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嘛 因為原本市場是擔心美國經濟會衰退 那理論上PPI他是一個 生產者物價指數 他是叫做通膨數據 但是我們換個講法來講 PPI低於預期 代表說通膨在降溫 但是通膨降溫也代表說 經濟是正在 降溫 沒有錯嘛 所以你換個講法講 PPI低於預期是不利美國經濟的喔 不利美國經濟 但是 低於預期 股市卻漲 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市場對於美國經濟衰退的疑慮 已經開始慢慢在淡化 有沒有 這不就符合我之前跟大家講的嗎 就是說 美國經濟衰退 他叫做假 議題 市場只是透過這個假議題 來迫使聯準會 你一定要降息 就是把這種最壞的狀況先演給你看嘛 你不降息沒關係啊 經濟衰退 發生的後果就是美股崩盤 倒窮大跌 廢半大血 整個亞洲股市都大跌 有沒有 當時我就跟大家講這個邏輯 所以你看喔 那這邊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要去看 市場對於數據的反應 是要去看當下 來你看 就以昨天來講 就是當下這個數據出來之後 股市怎麼走 昨天的夜盤 台子期貨的夜盤 我們用 30分鐘K好了 好30分鐘來看 你看喔 昨天的8點半 是在 這裡 這一根紅K 來我請問給大家看 這一根紅K是8點半 這裡 有沒有 公佈出來 一路往上衝 那在公佈的瞬間 漲了60點 台子夜盤 極漲了60點 就代表說市場對於這個數據 他是正面的反饋 那既然是正面的反饋 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嘛 市場對於經濟衰退的疑慮 稍微的再淡化了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接下來就是 繼續觀察 像今天晚上的CPI 今天晚上的CPI 他開出來的數據是怎麼樣 你一樣可以對照這樣子的走勢 那你說 如果今天晚上 低於預期 股市又漲 明天台股有沒有機會 再來個300點 我覺得有機會喔 這是有機會 因為如果說今天晚上的CPI 低於預期 股市真的有馬上大漲反應的話 那我跟妳講 基本上可以確定 市場現在對於美國經濟衰退這件事 就是 已經有點無感了啦 那如果說真的已經開始慢慢的無感 包含這禮拜四即將公佈的 出領失業金跟零售銷售數據 可能他的重要性 跟影響台股的程度 也不會到這麼高了 一切不就都解決了嗎 是不是 所以其實你去看 我就一直跟大家說 只要了解國際股市 看懂美股 看懂這些經濟數據 回來看台股 這不是理所當然嗎 今天台股漲300點 老師 台股怎麼突然漲了300點 有什麼利多嗎 沒有什麼利多啊 就是昨天的PPI 就這麼簡單 我跟你講昨天晚上8點半 我光是看到那個PPI出來 美國期貨跟台子夜盤的反應 我心裡就有答案了 今天台股要大漲了 今天台股真的要大漲了 真的就漲350點 所以我覺得說就用這樣的邏輯去看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市場風向會變得這麼快 就符合我之前所講的吧 因為說昨天的CPI真的是市場風向 它變得非常快喔 從原本的擔心經濟衰退 變成說現在看到 PPI下降 竟然是這麼開心的在反應 這就可以證明一件事啊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就是美國經濟根本就沒有衰退 應該是說 現在從各種蛛絲馬跡來看 美國經濟不會衰退啊 只是市場要把它的 嚴重性去把它擴大 就是他要把它鬧大 鬧到迫使聯主會一定要降息 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這就叫做為富心持 強說仇 我為了要讓聯主會降息 所以美國明明就沒有經濟衰退 我就硬要講美國經濟已經要衰退了 是不是 讓聯主會知道嚴重性 說啊你再不降息沒關係啊你再不降息 只要真的經濟衰退 股票市場就是跌成這樣 費半直接跌破200字 200字的移動平均線 道琼直接跌破記憶線 直接大跌費半 S&P通通都大跌 你不降息的後果就是這個樣子 自己來看吧 有沒有 有沒有跟我之前講的一樣啊 就是說市場只是 用這樣子比較 激烈過度的反應 來讓你聯準會 讓你聯準會的主席 鮑爾 知道說啊你如果去不去處理後果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講啊 我就 有沒有我在這幾天我一直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說 確定的事實啊 就是說我不會去知道說現在市場的風向到底 轉 情緒是轉變的怎麼樣 說APPI CPI 或是一些 出領失業金啦 零售銷售數據出來 我才能夠確定說 現在市場的情緒是在幹嘛 這不是我能控制 我只能去 看當下的狀況去做判斷 但是我能夠確定的一件事 我從上禮拜一直到 今天 我每天都跟大家講 美國經濟衰退叫做假 議題 有沒有 假議題 現在市場證明這件事了 真的是假議題沒有人在在意了 如果今天CPI出來又一模一樣的狀況 那我跟你講真的就是假議題 因為很簡單嘛 我就跟大家講啦 目前從各個角度來看美國經濟不會衰退 那假設萬一真的 真的很衰 真的衰退 真的出現衰退了也沒關係啊 聯準會一定會大幅度的降息 來去救美國經濟 沒有錯嘛 因為只要真的出現衰退 聯準會一定會馬上降息 那降息降下去就像我講的 經濟衰退的時間 頂多維持個 一到兩個月 他一定就會開始回溫 因為只要降息降下去 經濟一定會往上拉 就這麼簡單 所以就是說 美國經濟根本就不會衰退 就算真的會衰退 持續時間頂多也兩個月 這不就是假議題嗎 是不是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講啊 我能夠確定的事實 就是美國經濟衰退是假議題 還有一堆股票 嚴重超跌 要買就趁現在 不要去怕震盪 要買一定就要趁現在 沒有錯嘛 從上禮拜我就一直跟大家講這個觀念 你不要怕震盪 震盪難免啦 跌這麼深 一堆經濟數據要公佈 震盪一定是難免 但是你不要怕震盪 因為你不會知道市場的風向 跟市場情緒 什麼時候會轉變 你如果怕震盪永遠要買最低點 不好意思 最後你會什麼都沒買到 是不是 這不就我上禮拜一直強調的吧 昨天沒買 今天沒買 那 今天也沒買 明天沒買 後天也沒買 我一定要等有一隻腳回來 最後可能什麼都等不到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不要怕震盪 很多股票現在就叫做 低位階 現在真的就要低位階 簡單看一下 台股的風險指標 以目前美股來看 有部分的指數已經站上了季線跟月線 的位置 所以開始亮出了 黃燈 那包含說前幾天都是處於紅燈的 VIX 恐慌指數 昨天也開始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回落 所以我覺得說這些都是好事 這些都是好事 有沒有 VIX 昨天直接跌破了月均線 就代表說市場情緒已經恢復了穩定 就這樣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其他比較多的國際商品想了解的話 你快去看早上的 直播 跟我們YouTube的節目 我就不在這邊特別去講了 好所以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個股 所以我就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 經濟數據會怎麼樣 從昨天的PPI已經看了出來 市場對於 經濟衰退這一件事 開始慢慢在淡化了 真的開始在慢慢在淡化了 那就像我之前講的 台股這一波下跌將近5000點 有一半都是在擔心經濟衰退 那如果 最後事實證明美國經濟不會衰退 那這些多跌的要不要還回去 當然要啊 你提前把人家跌掉 那現在事實證明不會發生了 需不需要漲回去 當然需要 所以我就說其實很多股票 現在真的都是超跌 台積電 台積電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就是說1000元以下 他都是便宜 你可以自己去驗證 這一路以來我都一直跟大家講啦 就是說你買在1000 以下 都不用去擔心 因為他早晚會反映到2025年的獲利 那只要反映到2025年的獲利 一定就是上千 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因為台積電訂單也不可能會被下修 沒有錯嘛 所以持續看好 那包含鴻海也是 今天最高來到了187 看法還是一樣 200元以下都很便宜 就像我講的 鴻海 他目前訂單能見度也非常高 今年預估賺12 明年預估賺14 基本上只會往上提高 不會再往下去做 減少 好那給個最基本的20倍本益 應該說 我們就有今年的獲利來看 200塊錢以下 預估本益比只有16倍以下 那 在2025年的獲利來看 200元以下預估本益比只有14倍 持續看好 200元以下都可以下去做買進 那聯發科跟廣達簡單看一下 聯發科也像我講的 其實說在1200元以下 都算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很簡單 今天預估要賺60塊 給個最基本的20倍本益比1200元 所以1200元以下 都算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可以持續做留意 那廣達也是一樣 廣達大概在300 300元以下我都覺得 盈率都可以下去找買點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你看 我在上個禮拜 我就跟大家講了 你要看全值股 不要只看 加全值數 不要忘記還有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裡面也有全值股 加全值數再拉 貴買指數一定也會拉 貴買指數要拉 是拉誰 也是拉全值股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貴買指數全值股 首選三檔 8069的元泰 有沒有 今天創高 今天繼續在創高 8069元泰 上禮拜都講過了 元泰是貴買指數的最大全值股 如果說貴買指數他也是超跌的話 一定也需要拉貴買指數 要拉貴買指數要拉誰 當然就是拉他最大的全值股 原泰 是吧 或是會去拉他第2大的全值股 環球金 今天不是也半根漲停板 上禮拜買的 誰沒有賺全部都賺錢 甚至包含像5347的世界先進 我覺得說 原泰拉完 拉 環球金 環球金拉完 可能就會輪到世界來拉 沒有錯吧 你可以自己驗證現在甚至世界沒有漲到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裡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所以除了說大型全值股以外 就像我講的 就是 這一波下跌很難得 就是 AI沒有改變 趨勢沒有改變 產業沒有改變 一堆股票動輒跌3050% 這種機會哪裡找 超跌買點可遇不可求 便宜好股票 現在就要買 這個禮拜我都強調這個觀念 我覺得 要V轉的機率不高 我也覺得會在震盪 我也覺得會因為說一些經濟數據 PPI CPI 儲零私業金 零售銷售數據 會因為這些數據 導致說大盤可能會稍微的震盪 但是我還是現在就會買 這就像我講的啊 那如果我現在沒有先買 那如果 市場的風向馬上轉變 這些買點就沒了 就馬上就沒了 這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我就說 好股票不要怕震盪 現在就要買 因為現在都是在低位階 來我們看一下 包含像是我們從 7月初 就一直強調的 先進 封裝 有沒有 7月份我就跟大家講 其實說 當時在 7月2號 我還特別拿出來跟大家介紹 什麼叫做FOPLP 因為當時沒有幾個人認識 現在說真的認識的人也不多 但是有比7月份還要多一點 當時我就特別做一張字卡 跟大家介紹 什麼叫做FOPLP 他跟Coast 又有什麼差別 有沒有 面板級散出型風裝 FOPLP 當時就特別強調 3663的新科 這一路以來我都會持強調 FOPLP 他是剛性需求 首推這三檔 拉回來都可以去找買電 3663的新科 當時我們佈局完 開牌之後 61.9 今天多少 漲停板 101塊錢 我就說早晚會站上百元 61.9 7月2號61.9 今天最高101元 全部都賺錢 而且不要忘記了 他的走法 7月2號大約在這裡 他是經歷了 大盤下跌將近5000點 逆勢在上漲 夠強吧 還有當時說這樣的 3580的有微科 當時一樣是我們提前佈局完之後開牌 當時股價是最高到98塊 3580的有微科 今天最高來到了 今天最高是來到了 大概是98.6 今天最高點也賺錢 是不是 而且他是經歷過大盤跌了5000點 5000點 今天最高點都是賺錢的 那更不用說如果說是拉回來買進提前佈局的話 今天也全部都是賺錢 所以3580有微科 持續看好 還有包含當時所講的 8064的冬結 有沒有 FOPLP 7月2號 當時股價 53.4 今天最高57.8 誰沒賺 通通都賺錢了 我們先不算有拉回來買的 我們就光是算當時所講的 今天最高今天收盤收57.8 全部都賺錢 是吧 經歷了將近5000點的下跌 屹立不搖 真正的強勢產業 所以其實說這 你說看今天整個COAS主群 應該說先進封裝 COAS跟FOPLP 它都叫先進封裝 整個先進封裝主群能夠這麼強 關鍵在哪裡 關鍵不就像我當時一直跟大家做 比喻的嗎 就是說 就算美國經濟衰退好了 就算給它衰退了 關台積電什麼事 關台積電什麼事 因為大家會擔心說如果說經濟真的衰退 很多個股的獲利就會被下修 那我當時就跟大家講嘛 你去想 你要去想 就產業邏輯來講 台積電目前三奈米是唯一可以量產的 難道會因為經濟衰退 因為地緣政治風險 因為各式各樣的 黑天鵝 輝達就不跟台積電買嗎 Intel就不跟台積電買嗎 蘋果就不跟台積電買嗎 不可能嘛 這些都是 都是需要台積電的三奈米啊 因為你不跟台積電買 你也不可能跟三星買 因為你跟三星買 10片裡面會有3片不能用 沒錯嘛 你要買到10片裡面有9片 通通都可以用 這這麼高的良率就只有跟台積電買 所以我就說 台積電要剛性需求 那既然說先進之前要剛性需求 他的旗下的先進封裝 不就也是剛需嗎 是不是 所以你看 3064的東傑 完全證明了這件事 3663的新科 完全證明了這件事 真的就是剛性需求 包含像是 其他的 3580的有威科 完全證明了這件事 那甚至說 比較典型當時一直強調 錢遠以下不貴的 紅素 今天大漲了9% 這 全部都是先進封裝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在 這禮拜 一直跟大家說 跌下來 短線先進封裝可以去做留意 但是就像我講的 假設說你只有一套 資金的話 那我現在是要買先進封裝還是買一些超跌的股票 答案很簡單 當然是買超跌的股票 就像我說的 先進封裝可以搭配操作但是 有很多跌的更深的 如果說真的要二折一的話 一定是選跌的夠深的 很簡單 這個邏輯我就跟大家講了 股價跌50% 漲回到原點 獲利是100% 說我要選短線強勢還是跌得很深的 基本面媒幣跌得很深 當然是這些 就假設他從100塊跌到50塊 這個下跌幅度是50% 沒錯吧 但是我們從50塊買進 漲回到原點100塊 這我們是賺多少 我不是賺一倍 我們是賺100%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所以我才是跟大家說 除了說這些盤面上比較強勢的 先進封裝以外 另外一塊一定要去注意的 就是超跌嚴重的個股 因為這一波大盤跌了5000點 很多股票都超跌 但是超跌有分 打8折打7折打6折打5折的 我們只要鎖定5折的去買 他漲回到原點 獲利就是100% GB200 是不是 所以還是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 把握這樣的機會 超跌買點 真的可遇不可求 便宜好股票 現在就要買 那下半段再來告訴大家說 GB200系列 哪些可以去做留意 那 先打電話進來 就是說想跟上我們新的標股 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 Lite小老鼠 W178 休息一下 聯儲會隨時會表態 超跌好股票 現在就要買 加入Lite小老鼠 W178 W178 跟著股市貴公子 一起掌握 超跌好股票 好所以其實說以大盤來講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 你要去了解 大家在擔心什麼 那如果說這件事其實不會發生 這些股票跌幅 是不是就超跌了 他就是超跌了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晚上的CPI 可以去觀察 好一樣是用昨天這樣子 四大模型去看 假設說今天晚上CPI 出來 市場真的對經濟衰退 已經 沒有這麼擔憂了 我跟你講 接下來會噴得更誇張 很多超跌的股票 真的都會再漲回去 所以把握機會 那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節目上講的都是一個 大方向 我很看好水冷GP200供應鏈 但是其中到底該買哪一檔 那這檔股票到底什麼時候要去做進場 買賣點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會員的權益 因為說有一些族群股裡面股票很多 那一定會有最好的 那我當然就是挑其中最好幾檔 帶我們的會員去買 所以加入會員你就會有完整的標的 那跟進出場買賣點 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說 超跌的股票很多 3013層民店 超跌股票很多 那你說真的要去挑選說 超跌最嚴重的 一定就是 GP200系列的股票 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遭遇到 系統性風險 日元升值 擔心美國經濟衰退 都是遭遇到這兩大風險 但是唯有GP200系列的股票 他是受到 系統性風險又加上本身 產業出貨地研的 消息面影響 所以他的跌幅就會比其他族群來得再更深一點點 但是就像我講的 市場誰會在意你要一季地研一季還是地研兩季 我跟你講市場不會在意 你地研兩季也好 地研一季也好 反正你最後只要確定會出貨 市場就會往後去做反應 這邏輯就跟降息一樣 誰管理要9月降 10月降 11月降 隨便 反正你最後會降息 我只要知道你最後確定會降息 我就會往後面去反應了 沒有錯 經濟衰退也是 我管理什麼時候會經濟衰退 9月衰退 10月衰退 11月衰退 我如果 我賭定你就是一定會衰退 我就先往後面去做反應 是吧 所以我才說這一塊 是很值得去留意的一群 GP200系列有沒有 3013的成名店 今天再來一根漲停板 116.5 上禮拜跟大家預告 也帶我們的會員進場去做佈局 來看一下有沒有 3013成名店 上禮拜五 一根漲停 一根漲停 本週二 本週一 再一根漲停 昨天小 小福休息一下 今天再來一根漲停板 這個隨便都30%有了吧 20%啦 隨便都20%有了吧 是吧 3013成名店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成名店他是做 GP200水冷的機櫃 水冷機櫃的ODM就組裝跟代工 他是不是GP200供應鏈 他是GP200供應鏈 所以他 短短幾天噴了30% 因為他是GP200 因為他跌得夠深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 今天最高來到了116.5 我就跟大家說 如果市場回到一個 比較正常的水位 市場的信心回溫 給個20倍本益比 2025估藥賺7塊錢 7塊錢給20倍本益比 140有吧 是不是 你自己去算啊 如果從82塊 漲回到140 這個幅度多少了 自己去算 沒錯嘛 這個空間就夠大了 所以包含像是3324的雙紅也是一樣 今天最高來到了612塊錢 上禮拜帶我們會員去做佈局 通通都賺錢 至少15%起跳了啦 就這樣 這也像我跟大家講的啊 GP200水冷散熱 水冷散熱 2025年預估EPS是36到37 隨便給個20倍本益比 不用多就20倍就好 700元有沒有 700元就基本的嘛 所以今天最高來到612 可能說再過不久 明後天 下禮拜 有機會就直接上700元了 這就是產業啊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這波跌下來 我 鎖定的會是 GP200這一塊 因為他跌的幅度最多 因為他打的 折數最多 一堆股票賣場在大特價 你要買8折還是買5折 當然是買5折的啊 是不是 所以GP200就是5折的股票 所以包含像是 七紅 今天的表現也不錯 最後來到617 在2025年的預估獲利 七紅大概會比雙紅低一點點啦 大概會低個1到2塊左右 不過就是說 他整體的比價空間 是有的 就是說兩者的股價不會差太多 一樣是GP200的水冷散熱 今天 繼續在穿高617 明天後天再繼續漲上去 甚至說下禮拜 很快就會過700元 是吧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說在現在真的是遍地是鑽石 要買就趁現在 你說我如果說真的擔心 經濟數據會造成股市什麼樣的影響 沒關係嘛 可以分批布局啊 就像我講的 我們可以先買一點 買1 3 買一半都好 數據出來 有跌 當然是最好 跌下來我們風低加碼 沒有跌也沒關係 漲上去我們再去做加碼 反正我們現在買的都叫做低位階 便宜的區間 怎麼做都沒有問題啊 是不是 所以 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 因為有時候其實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說市場的 情緒跟風向轉變得比較快 有時候 我要等第二隻腳 我要等震盪 我要等拉回 我要等一個好買點 有時候就等到最後 不好意思 股票都漲回原點了 真的就是這樣 太多例子了 所以包含像其他的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嘛 其實很多啦 GP200 相關的 供應鏈 像是說2317的 鴻海 鴻海也是啊 很標準的 GP200 ODM 2382的廣達 然後廣達也是 跟8996的高利 他也算是 甚至你要說 6213的連貌 他也算是GP200 只是說他的認證時間 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他的起漲周期 就會來得比較慢 6274的台藥 他也算GP200 那包含像是 8210的琴城 GP200的機殼 沒有錯嘛 2059的川湖 GP200的滑軌跟倒軌 而且還是寡占 這些全部都可以去做留意 甚至包含像是 連接線材的 加幣期 他也是正式有通過認證的 這些全部都是 那就像我講的 因為說 大方向的股票很多 那我帶會員買 我一定是挑其中 空間最大 位階最低的 下去做買進 所以我們在昨天 也買了兩檔 兩檔最新的 GP200嚴重超跌 便宜好股票 今天有漲 但是漲不多 代表說買點還沒過嘛 所以把握機會 想 想利用說這一次超跌的買點 買股票 打電話進來 因為就像我講的 超跌買點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便宜好股票 現在就要買 不要怕震盪 現在就要買 因為你現在不買 可能說過幾天 現在這個價位再也見不到了 所以把握機會 不知道可以買哪些 打電話進來 或是訊息我們的 Light 小老鼠 WE178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